All right 呃 大家好 欢迎双车视频 现在先是12月上朝 呃 那在开始讲之前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吧 新年快乐 马上就要1月1号了 呃 今年的话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吧 呃 希望吧 希望2021年 对吧 全世界的疫情能够得到 全面的控制 希望越早越好啊 越早越好吧 呃 呃 我想不出 呃 好吧 就先就先说这些吧 好吧 以后再说吧 嗯 ok 然后呃 我先说下这个目前的股市情况吧 好吧 呃 现在的情况是说股市啊 暂时是平稳状态吗 然后政府开始发钱 呃 比特币持续暴涨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情况 呃 我自己私下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呃 挺好了 我觉得我是问我对比特币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比特币吧 然后 呃 英特币有个新闻 大涨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新闻啊 非常值得关注 我觉得这个视频里面啊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新闻 intc 英特币有大涨的新闻吗 因为这个新闻啊 呃 是被有个公司啊 这个是对冲基金吗 叫 third point 这个公司吗 这个这个基金吗 买入了 而这个这个公司啊 他的历史非常好吗 就是他的这个这个对冲基金 hedge fund同同层 从他呃 创业那个创始了吗 从开始到现在成绩表现非常好吗 也就是谁说在今天新闻一出来这个hedge fund要买一个他说significant state 马上这个intel砸了5.7% 啊 我等下我等会要跟大家介绍在这个这个公司一些历史啊 这个是表现的非常好啊 呃 他其实跟这个人很有点像 可靠 icon 有点类似吧 呃 好呢 等下再说是啊 这个世界啊 这个就算了吧 世界打疫苗的情况 呃 目前的话 呃 我刚才看到是什么呢 呃 现在我说话的此刻吗 十月三十 呃 十月三十号 是有二百三十二万在美国已经确定已经打了吗 也就是一天平均是二十万这样子吗 但速度还是太慢了 速度还是偏慢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拜登说啊 拜登说他做总统的一百天的时间里吗 他的目标希望在一百天的时间里能够那一亿人接接种这个疫苗吗 我觉得 不可能 当然他的目标是希望尽量达到这个目标吗 这个目标很好 但是我我个人看法是不可能一百天之内 他上了之后一百天之内能够达到一亿人有打疫苗 我是无法想象的 呃 还有说现在这个lmt的长线就是洛克希的马丁吗 大家知道这个洛克希的马丁 全世界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军工企业吗 呃 等下在 lucky 我忘记怎么拼的loc loc k heed 我看一下 loc k oh yeah yeah 没没没错 yeah 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个公司不错长线 呃 下面就不更新了 算了哈 就是目前了 我看到很多发电股表现挺好的 很多发电股表现挺好的 嗯 顺便说一下 其实现在中场景情况 其实洛克希的马丁也不错吧 我觉得可以做长线 或者中场景ok 然后现在看一下旁边 大盘的情况是这样子吗 今天的话是 呃 十二月三十号是吧 十二月三十号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话是从我上次视频开始吗 就是之前吧 我们当时是在 呃 是在27号在这里吧 27号 然后呢 当时涨到这里的 这里 然后all time high 冲上去之后又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原来的all time high吗 这个现在我原来的all time high break out 变成sport 我现在继续往上走这里吗 呃 不认定吗 挺好的 平稳吗 没有什么坏的新闻 呃 木槿开载 不过 我说明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个可能会那市场 受到惊吓的东西吗 就是在1月 我记得是1月6号的时候吗 呃 这个选 呃 美国总统选举吗 到时候 要有个点票吗 国会点票 现在呢 有一些共和党人啊 想要 这个告这个彭斯嘛 副总统 就是故意让他就是没办法进行 还是什么 反正我现在搞不是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是在搞什么 反正意思就是说 有有有有 共和党有些人 川普的那些支持者吗 呃 有可能要 打乱啊 1月6号吗 因为你这边上讲1月6号 我可能讲错了 不是很确定 但凡是1月下个星期左右吧 周末吧 反正国会要 要去点票吗 所以说呢 现在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吗 如果说没有问题 能够让拜登 就是确定拜登当损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 搞什么乱子 就是拜登就是或者说有些人不让拜登当损的话 或者说出了问题 出现这个就是 就点票的时候吗 出问题的 没有让拜登就是顺利的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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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程序走啊吗 我觉得股市会有些问题 会出现可能会 会下降吗 但是如果说能够顺利 让拜登就是 呃 一切成 按照程序走的话 那就 没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里是个潜在的一个 可能让股市会受到一些惊吓的地方吗 就下个下个星期吗 就是国会要点这个选举人票的时候 就这个地方可以留意一下 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的 黄金 呃 中长线嘛 黄金讲过了 中长线 呃 然后石油 石油 我觉得现在我没没什么 我对石油很长时间 我就没都没有干什么太关注了 最近 呃 因为石油股票总体来说表现好看下 呃 哦 my god 这石油股票确实 哎呀 最近还反弹挺多的 呃 其实今天还有个新闻 我想起来 我在我忘记在这里打 其实也还好吧 就是波音的新闻吗 波音的CY73G又开始复飞了 我感觉现在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波音啊 迟早会继续往上走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不是最佳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个人认为也就像 最好能够让他 连续涨几天嘛 然后开始逐渐 逐渐开始加 呃 这个 开仓位嘛 但现在我觉得个人看法是 稍微等几天 就让他先涨 涨一些 先让买家 买家进来 然后呢 再 再开始开单 我 我个人我是这样子的看法 我就现在 呃 再等一等一等嘛 我这样子吧 好吧 然后新闻面发现是说 政府开始发钱吗 很遗憾 呃 还是我当时我上个视频的时候 我 当时我在想可能会被这个 这个mich mccano给拿下来 结果真的被他拿下来的 因为他一次以前就说过 他说他不喜欢 他觉得没有必要2000块钱600块钱就够了吗 结果确实还是被他拿下来的 所以说现在就只有600块钱了 600块钱的话 什么时候发呢 这个tregery 这个secretary 摩鲁青是说 啊 今晚啊 就是我现在录视频的今晚就开始发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上次 他是说你如果上次拿那个钱嘛 如果你是已经跟银行金连接起来 你就他是直接还是银行转账吧 但是如果说你是用住址上次 如果是用收掉 收的 呃 用那个支票的形式 那还是 呃 这个发给你支票吧 但是如果上次你如果是 已经是用上一次那个账号收到 1200块钱的话 那就是直接 呃 转账到你的账号里面 他是这样子讲的 呃 不管怎么说吧 有些人可惜啊 我想大家都有点 失望啊 就是没有2000块钱呢 被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呢 给拿下来的 啊 怎么搞的 算了 在外面 就这个人呢 啊 被他拿下来的 呃 共和党呢 共和党呢 哈 啊 下面的新闻也没 没有什么太多新闻呢 呃 这里有个是说 我这里 啊 算了 算了 我不不 我不想去提 其他事情 呃 还是把关注点集中在 跟股市跟钱有关的 哈 关于这个病毒疫苗 我就 不用讲太详细了 好吧 就说到这里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了 然后 我等下说一下 呃 这个intel 我先说下比特币吧 比特币 所以 彭博射也是 哦 彭博射 呃 这个 Astrogenica Oxford这个疫苗已经 得到 呃 英国的通过了 好吧 我先说下 呃 这个比特币啊 比特币是这样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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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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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一个突破形态吗 你看他这个形态吗 从这里开始吗 然后从这里开始往上走 而在这在这个力量很强大的这个动力很强的情况下吗 我当时是这样子 比如说 这个第一次吧 是这个是反弹吗 从12月12 呃 今年的10月14号开始吗 蹦一 这里是第一个买点吗 然后这里是第二次买点 把我们冲上去第三个买点吗 然后从这里 而来就是consulting 然后蹦冲上去 如果用这个图更清晰的吧 所以说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 比特币的话 比如这里蹦冲上去了 一般来说像这种类型的盘面就在这里设置 这里设这个by start order就是break out 做那个突破吗 然后止损在下面 如果说被打掉就是 如果被打掉的话 如果他价格又回来再做一次吗 一般来说我会给他两次机会 如果像这种类型盘面 然后他这里 大家看这里地方吗 在12月15号的时候吗 冲上去 蹦 然后后来又consulting 然后又冲上去 然后这里又开始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的话是这样子吗 而且他这个很清晰啊 你看他每次突破的时候 下面的交易量马上就冲上来了 这非常的明显嘛 非常的明显 蹦冲上来了 这里也是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清晰的盘面 蹦冲上去 交易量马上冲上来了 然后现在又是在这里嘛 所以说 刚才在这里开始突破了 这里蹦上来 这里上来嘛 还是那句话 没有说百分之百 但是他有可能在这里 回落一下 然后这反正这里是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道防线 可能会冲上去吗 然后到时候又开始 震荡 然后又冲上去 有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 不过还是那句话吧 他现在已经冲了几次了 就是单纯的这个breakout 已经冲了 这里是一次 第一次在这里冲上去的 一次 哦 这里也是一次 哦 在这里一次 ok 好 就这样子 这里是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现在是第五次 尝试第五次 呃 第五次 对 就这样子吧 呃 好吧 这是我对这种类型的旁边的看法 就是一般来说吧 就是如果他每次冲上去的时候嘛 买进去嘛 然后止损就在下一点嘛 给他量 然后如果他 如果被止损被打掉 如果他又回来 再来一次 这样子嘛 通常就这样子 玩法了 如果他这里降下来 如果说特别来说 如果说他这里降下来 他不上来 就这样一直往下走的 那就是说这个已经断了 这就是说 有可能开始暴降了 啊 又开始暴降 你可以回到 回顾一下之前这段时间也是这样子吗 呃 在这里吧 就如果说他突破失败的话 那就可能开 那就 那就结束了 就现在就是说 这个比特币是专门做突破了 专门做突破 一直突破 一直突破 直到结束为止嘛 啊 这是我对比特币的看法 啊 然后下一个说一下 这个的point嘛 我觉得这个视频的关键就在这个我们聊一聊这个intel intel被 这个公司买入了 不是说也不是公司 就是这个对冲基金嘛 的point嘛 呃 先说一下这个的 呃 这个公司的一个背景嘛 好吧 这个公司啊 这个对冲基金这个理财公司 是 呃 纽约的一个呃 贝斯嘛 被有四个人创立的1995年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管理的规模 哦 哦 现在大概是他说什么是170亿管理嘛 呃 自2016年12月嘛 就是说从他1995年到2016年12月 现在已经2020年了 是吧 呃 他说之前 比如说平均每年的这个return是15.7%啊 大家看一下15.7% 这个是比比这个s&p500好了 是吧 大盘好了 所以说他的历史很好吗 历史很好 通常他都是说买入一些 他是说买入某个公司买非常多的股票吗 非常大 然后呢 有时候是直接呃 参与董事会吧 然后他教你 教你公司怎么管理 然后呢 有时候就是 就是买这个董事 呃 这样子嘛 所以他他这个这个公司挺厉害的 他一般来说是买大量的股票 然后呢 加入你这公司董事会 然后教你怎么怎么经营嘛 这种类型的 呃 他那个成功的这个 呃 这个 呃 案例投资非常多嘛 这些都是其中 比如说Netflix的Nestee的 呃 索尼的这些嘛 他曾经都参与进去嘛 呃 那么现在的话 呃 今天新闻出来intel就是有这个公司嘛 刚才我看到这个 我按进去嘛 大概是说 现在传闻是说买了有大概有十几亿嘛 买进去嘛 呃 这个hedge fund recently bought a significant state 嘛 significant state 然后他这里 呃 他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他教你这个intel啊 赶紧啊 去hire这个investment advisor 嘛 to explore strategic 然后 alternative 呃 他特别是讲到你这个 他这个 这个输给了这个三星amd 跟那个台积电嘛 许说你需要一个 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策略 呃 呃 呃 这也讲到嘛 然后 我觉得 这里很有意思啊 在这个statement里面intel啊 回应的嘛 他说intel说 我们将会跟这个 这个thepoint啊 一起努力 啊 一起想办法让公司就是提高 投资人的这个 价值嘛 发育嘛 呃 所以说讲的非常好 或者这个intel是非常欢迎啊 来自他的投资人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嘛 看看也能够能不能够一起让公司 呃 朝着一个新的目标嘛 呃 前进就是 这个这个挺不错的 而且呢 这个公司的历史很很好嘛 经常把很多 经营不上的公司把它做好嘛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马上 intel涨了五趴吗 开盘的时候涨了 中间又涨了五点几趴吧 尾盘的时候稍微回了一点点 好吧 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看看这个intel的旁边 就我觉得这个新闻的意义是在于 那我知道了intel现在有这个thepoint 这个hedge fund来参与 改革这个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新闻嘛 呃 这样子吧 因为这个公司本身过去历史上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而且他本身的战绩也不错嘛 就刚才有说到吧 他这个公司hedge fund的表现也很不错 所以说这是 非常不错的 那今天从这里讲到这里 呃 从旁边上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清晰 我觉得 呃 现在这个还是在这一圈圈在这里 这里嘛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能够 呃 也许反正就是在这种东西 什么时候我觉得还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多少年 也许一年两年三年吧 重新回到六十几块吧 我觉得 呃 对 这是我对intel的看法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有前途了 这盘面本身也挺挺挺好看 挺挺好的这种盘面 很清晰嘛 震荡盘面嘛 好 最后一个是说什么呢 啊 洛克希德玛丁 我先看看这个盘面啊 这个是symmetric 传一个嘛 向右边形态的这个三角形嘛 这形态中间是平行的 然后这个是从2015年到现在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 我个人当然我不能说百分百不见 但是呢 呃 从长线 中长线角度来说的话 现在的价格是非常 相当不错的 呃 现在已经在这个位置已经反弹了大概是五天左右 已经有回回了五天嘛 所以这里确实已经有一些买家已经在这里了 就是已经有买家 部分埋在这里 呃 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说他不会绝对不会再下降 只是呢 这个价格算是一个 不错的价格 相当不错的价格嘛 之前最高的时候达到四百五 四百 三十几嘛 现在三百五十几嘛 这已经大概有20%的回调了吧 至少吧 是不是 呃 是这样子吗 呃 然后呢 顺便说 他这个公司的股息也是涨得非常的快 我看一下在哪里 呃 等一下 我该写在哪里呀 呃 我先到这个公司的网站吧 好不好 你到了这个公司网站 现在呢 你可以看看他很多新的产品呢 比如说现在的新闻是说他呃 现在准备啊 这个卫星他准备发出去嘛 探测器嘛 也是他的一个作品 呃 准备飞到月球啊 去找水嘛 Finding the water or the moon 呃 我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 我其实我原来不知道原来 因为 月球上面有水吗 我以为没水啊 它反正说现在已经有证据证明吗 呃 火星上 sorry 呃 月球上其实有水的 你看这里有按进去吗 The water on the moon is more common than without a study review 呃 我我我我写 而且这个是来自NASA的 呃 上面有冰呀 就上面有冰嘛 Water discovered in the moon 呃 这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已经发现有水了 随着他现在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准备发这个 发这个探测器发上去嘛 所以说我就可以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公司的实力 那绝对是非同小可 呃 呃 OK 好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哦 对对 这个是去 去那个 呃 这个是什么来着 呃 这个是什么卫星 我看一下是 Missile warning 是 呃 导弹预警 跟那个 跟预警 凡是军事卫星吧 预警 预警用的 就是侦察 呃 全世界 呃 各地的这个导弹嘛 它的一个 有点像是 呃 提醒 提醒 提醒吧 窩里面 呃 还有个地方是 呃 这个是爱 呃 什么来着 宙斯顿系统嘛 啊 宙斯顿系统嘛 好吧 大家下面了解一下 反正这个 还有一次他的那个产品的杰作嘛 F35战斗机嘛 大家不要 应该很熟悉的 我开始这样到这里 Aircraft F35战斗机嘛 黑鹰哦 对 还有这个黑鹰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 然后C5吗 然后C130 呃 大家看 F16战斗机吗 F2 我这个早就退休了这个 F35 F22 F21 呃 这个P3P3C 这个随逻机吗 前顶防潜机 呃 好吧 大家下面了解就可以了 啊 这个是U2 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侦察机吗 U2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侦察机吗 U2 呃 等一下 我刚才在哪里看到了 我在这个地方 我看现在有个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哦 在这里 哦 那 那 那 不在这样 我刚才有找到过 哦 在这里 不好意思 花了点时间 大家看一下他的过去历史的股息成长的速度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股息成长的非常快 其实老实讲 你买这种公司做长线 其实股价涨不涨无所谓 如果能够真的一直老实像这样子股息涨的速度 你那就无敌的 你看一下他涨的速度 这股息从2010年到现在 就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啊 股息涨了大概是一二三 将近有三倍多吧 我没有说错吧 我没有说错吧 就是啊 这里 从这里啊 到这里嘛 有三倍 三倍多一点 三倍多一点 你可以想象啊 现在股息是平均是多少 也有是2.9 也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说10年之后 我们先不说股票涨了多少 如果说也能保持这个速度的话 三乘以三 将近10%的股息 也就是说10年之后 如果你是1万美元买进去 是吧 10年之后你的股息将近1000了 就将近1000了 每年啊 而且当然以后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当然我不知道未来10年能不能够 还能够像过去10年这样子涨的速度 这个速度太可怕了 我觉得即使没有同样的速度 哪怕是一半 也是相当不错的 啊 这个成长速度真的是太太太闷了 这个股息成长速度吗 好吧 就是这个这个视频就这样子吧 就是主要提到这个洛克西的马丁跟音 呃 跟那个 呃 英跳 好 就只要这里啊 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 今天有点忙 今天 那么反正还是那句话吧 那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当然 其实这句话说的有点沉 有点怪怪的 新年快乐 其实老实讲 其实大家 今年我很多人我觉得都经历了很多吧 那么 呃 祝大家好运吧 祝大家好运吧 祝大家好运 然后 我觉得明年的 明年的股市应该不可能像今年这样子涨的这么闷吗 我觉得肯定会 会 会还一些 会还一些 呃 好吧 我就先说到这样 下次再聊 好不好 下次再聊 好 那呃 呃 新年快乐 好 我们下次再聊 啊 拜拜 拜拜